華盛領禮拜天的電視劇 《俗女養成祭2》 將在10號播出精彩的完結篇 不過呢 有第二季的出現 不少人就會期待 會不會有第三季呢 在劇中來飾演陳佳麟的謝宜萱 她認為說 應該不會有第三季的出現了 迷人微笑 帥氣模樣 台下粉絲好開心 演出《俗女養成祭》爆紅的宋維恩 在《俗女》中飾演陳佳麟弟弟陳佳明 細膩演技光受青睞 之後將迎來《俗女兒》大結局 宋維恩坦言相當不捨 蠻期待截篇的首播 因為那時候拍完之後 感覺自己好像還蠻有成就感的 這個有耳聞啦 但是就是 我很希望有啦 但是我覺得就是最後 不管有沒有都還是交給 《俗女》老師決定 接下來真的有機會 譜出《俗女3》嗎 宋維恩的暗示 想必讓大家充滿期待 不過劇中飾演姐姐的陳佳麟 謝盈軒表示導演顏藝文希望觀眾 就停留在第二季的美好中 看完結局後可以回到自己身上 存留在觀眾的那個心底 那重點是不是戲了嘛 重點是自己的人生 就陳佳麟的路程 如果要再往下演的話 就只能一切拜託無意涵 再往下 對 媽媽在幹嘛嗎 媽媽跟你講 你今天要做媽媽 要像個大人一樣 這一幕衛生紙準備好 第十集預告片推出 當陳佳麟即將生下孩子時 陳佳麟和媽媽的對話 就惹得不少人哭 精彩大結局 到底陳佳麟和蔡詠森的感情 是忠誠眷屬 還是 Sayonara即將揭曉之外 還有這一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你還要跟我結合嗎 陳佳麟和許建勇的感情 最後是分手收場 還是攜手走下去 也是一大看點 俗女二最後走向 就等精彩大結局 為您揭曉 華視新聞林一婷 宋彥敏 羅大委 張俊慧 台北報導